蘇甲高露為著要訪問請少年在蘇甲期間出現威嚇的行為 台西警察軍局在基盤一項遊行市區的交通地間散途活動 內容包括到飲酒、午餐開車、 基盤五、關照片、關照和關標籍的選團 由分局長、中野津在插隊 包括到明峰議員警察自行跟台西國中的學生都做過參加 台西警方透過選擇改保頂頂的選擇方向 希望鄉民可以好好來觀購請少年朋友的生活生活 宿舍高露為著要以後青少年犯罪 台西警方基盤一項交通地安遊行的選擇活動 在出發進場 安排台西國中學生表演打滾頭練舞 讓青少年朋友要將屬正當求行運動 我們學生要遵守什麼樣的? 不要犯法 不可以吸毒 還有呢? 還有開車不喝酒 我們希望透過我們一系列的宣導活動 讓民眾知道我們在青春專案 我們在反飆車方面的努力 他也希望透過這個宣導活動 能夠給社會一個更安全、祥和的社會 隨後參加遊行選擇的明峰議員警察自行 台西國中學生 遊行局長搶隊全翁市長 並且向民眾來選擇 蘇到期間要從事正當的休閒活動 不要飆車 不要吸毒 要結交正常的朋友 OK 沒問題 那如果有接到那個手機 要接到那個假裝說是警察、警察官 要貢獻你的戶頭把錢領出來交給他 你就要打165 跟我們一尊這個大紀專線反應 或者是打110跟警方來報案 我們幫你處理 就等給他跟警方說 民眾聽到健康的選擇 都表示非常願意來配合 而且都可以清楚了解選擇的內容 小孩子要從事正當活動 要宣導他們 對 不可以做壞事 對 然後呢 詐騙集團的話 如果接到就趕快打165 除了向民眾來選擇 以後青少年朋友 犯罪以外 警方也特別提出民眾要注意交通安全 要暑假喔 暑假喔 暑假喔 這個交通安全要很注意啦 那個騎騎車要戴安全罵 酒後不要駕車 尤其是小朋友喔 小朋友 年輕的小朋友 就是不要讓他們去飆車 七月設議中開始 一批蘇甲的青春專案 警方讓鄉民要好好來觀購 青少年朋友的蘇甲生活 並且要注意交通安全 騎車要在地安全沒有 喝酒不能開車 既然返洪昆茶風報導 Ciao